兩隻陌生的公倉鼠為什麽不能放在壹起 今天我們就來1號鼠炎試試看 2號選鼠小火出發 為了避免出現激烈的打鬥 小眼圈就暫時蓋起來 小火雖然看不見小眼圈 但早已聞到它的味道 現在情緒十分激動 這時就會發出磨牙的聲音 就是想打架了 小眼圈也發現有鼠子入侵 雖然看不見 但倉鼠主要靠嗅覺 順著味道就找過去了 現在把小火放出來 看看他們的反應 哦 要打架了 正在尋找對方 因為他們的視力不好 必須挨得很近才能看到對方 離遠了只能靠氣味尋找 現在把他們放到兩邊 暫時就安全了 這個小眼圈由於太胖了 剛剛追逐了一會兒 現在感到十分疲憊 只要沒聞到對方的味道 雙方還是比較穩定的 哦 小眼圈好像聞到味道了 發現了小火 所以說倉鼠的戰鬥欲望還是蠻強的 兩隻成年陌生的工倉鼠放在一起 必然會發生打鬥 他們的領地意識是非常強的 當然這也不是絕對啊 小小概率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就比如說這兩隻小倉 在一起幾個月了都成年了 他們相處的就很和睦 沒有展現出領地意識 當然這是小概率是家 各位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合攏 尤其是一公一母 成年後大概率都會打家的哦